現在已經72公里 最後這一段好累啊 連續都是上坡 然後剛剛也沒水了所以有進補給站 可是我的360已經沒電了 所以沒有拍到 表定是79K現在72 應該剩下最後7公里了 最後這一段上坡 好累 都是持續 很長的上坡 加油 好我們已經在幸運門關比賽結束後的會場 那待會呢我想要去找幾位選手來訪問一下 到底他們在賽前呢 會習慣多久前吃東西 比賽中會吃什麼樣的補給品 跟我走 好我們第一位要訪問的 他是 Team Waypoint 車隊裡面的張張 然後他其實成績也非常優異 大概兩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會結束我的早餐 那你早餐的類型通常會是什麼樣的食物 主要是麵包然後三些果醬 然後一杯黑咖啡 重點是 吃熱前會喝甜菜根 還會喝甜菜根 這個小Peple可以講出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希望大家都知道耶 對 我們 我習慣吃SYS的啦 SYS 對 這邊看我一條 就是 比較是 他比較水一點嘛 對他比較水一點 所以 他的負擔沒那麼重 就是 不會那麼醜啦 你在很激烈的時候也是吃得下這樣子 卡鞋吧 卡鞋 這不是背話嗎 你有忘記再過 這場比賽我忘記帶卡鞋啊 後來怎麼辦 穿布鞋比啊 好屌喔 你穿布鞋比成績怎麼樣 第四 所以沒有穿卡鞋 跟有穿卡鞋根本沒差多少 有啦有差 講到底還是要練習 對 你今天第幾幕 分三吧 帶隊友衝啦 太強了 那你今天騎多少成績啊 一小時五十分 我們接下來這位採訪到真的是超級大有來頭 他就是 台灣應該是自行車界女生來講應該是 數一數二 沒有數一數二 就是第一 唯一唯一唯一 超強的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你的車尾燈刷過去我 然後我就完全跟不上 太強了 你被很多女生刷卡 沒錯我就是被那個集團 然後刷卡 你記得剛剛有一台車才能衝出來抓人 那時候你有在那個集團 有有有 超恐怖 我就在後面 然後我就想要完蛋了 好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現在要快問快答三個題目 一個半小時 那你吃的東西大概都是什麼樣的食物 我吃饅頭 饅頭加蛋最好吃了 然後不然就是在喝一杯賀寶福的奶昔這樣 OK 所以都是以 然後賽前一定要 因為公路賽是長期在耗體力 算是耐力的比賽 沒錯 然後賽前大概20分鐘會吃一根香蕉 賽前20分鐘 OK 那真的是補到補好補滿 對 比賽當中會吃補給 但是今天沒什麼時間吃補給 因為今天就是大家都很競爭在賽事當中 都很近 今天大部分都是女 我這樣講喔 對阿伯不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今天大部分輪策的都大部分是女生在輪 這真的就是 但是我覺得 你是50歲組的嗎 我是35 可是因為我是25啦 但是我被抱成35 所以我其實比較晚出發 然後我出發的時候 被你們刷卡的時候 我是就是夢送你們離開根本跟不上去 然後我就看阿伯就是嘗試跟上 但好像就是沒有人要出去頂峰 真的蠻可惜的 果膠嗎 對 或是你平常會賽事中心 就是運動達人的果膠 然後要不然就是會運動達人的也有 然後如果是長土的話我會吃那個 會吃點那個燕麥棒 營養棒之類的 但是通常是可能是要意思像譬如塔無嶺那種很長的長土的話才會去吃 但是大部分都是吃香蕉比較多圓形的食物 了解 然後運動一定要補充 那真的很重要 護身服吧 護身服 我的虎咒一定要帶到 要帶虎咒出國 會比較安心一點 還有很多耶 還有小貝貝也要帶 還有小貝貝 那感覺接下來可以開箱一集 就是你每次出國前要帶的各種小裝備 可以又放在地上擺滿然後悟空拍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最重要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你今天成績騎了多少 成績喔 我們等一下看布萊塘的馬表 好 應該兩個小時 我知道我均跳 我今天均跳150 心跳150 那這樣是算平均心跳 然後我最高是195 所以算是有點累的 算是我的訓練的強度 訓練強度 所以我今天真的搭競爭非常厲害 所以你成績大概是兩小時出頭就對了 那是兩小時半以內吧 兩小時半以內 太客氣了啦 因為我到終點是兩小時二十幾 所以你一定比我還快 那就比你快 好吧 哥哥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的就是Linda 那今天我會準備三題的快問快答 那接下來你就順順回答就好 好 天啊毫無預警耶 太緊張了吧 一定要啊 好OK 喔比賽前會早點起來 像今天五點半 五點半吃完早餐 然後我們是七點十五出發 對 所以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對對對 因為期待會可以吃完早餐 可以解決一下 沒想到今天沒有 可是那沒有時間啊 好像我們來就直接上戰場 對對對 就平常會先消化一下 然後看能不能上個廁所 對 可是今天比較趕 因為還有車程 對對對 真的蠻可惜 那你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剛說會吃 那你吃的東西大概都是什麼類型 其實就是飯店準備什麼 就吃什麼 如果飯店沒有準備 我就會去Seven買 我平常常吃的 對但在比賽前 我就會把澱粉含量再提高一點 就平常可能會吃蛋啊什麼的 但是就可以吃地瓜 就比賽的時候 所以其實跟大家回答差不多 Amino Vital 當然馬上拿出來 Amino Vital 是不是 對 我有啊 我有啊 幹嘛 在那邊 既然問這我不上道的問題 這問題是問所有人 好好好 OK 這是唯一一個 跟我吃一樣的品牌 真的嗎 我們有問幾個啊 欸我自己私心很喜歡它的 很清新的味道 很好吃啊 對對對 然後還有這個BCA我也超愛 因為它不像 說真的 就是我吃過SYS 但我覺得它太濃稠了 這個比較好入口 對 我覺得SYS是你一吃下去 要馬上喝水 然後這個是你萬一手忙腳亂 還在那邊收垃圾的時候 不喝水還不會覺得 快要黏在一起 沒錯 現在直接進入業配階段 沒有這集沒有業配 我告訴你 我這樣講出來大家 都會覺得我很膚淺 可是我今天就覺得怪怪 因為我今天忘了帶口紅 欸 我終於收到一個正常的答案 你知道我剛剛的 不是什麼卡鞋啦 就是那個 呃 那個什麼 墨鏡啊 或什麼 但是唯一一個比較酷的是 情依 他說他沒帶小貝貝會覺得很不安慕 小貝貝 對 他還有小貝貝 太可愛了吧 口紅也是第一個答案 因為就是每次只要有女生問我說要怎麼樣看起來騎車不會 就是拍照夠帥 不會沒有血色很狼狽這樣 唯一一個就是必備的就是口紅 像我現在我今天就是忘記戴啊 所以現在就會看起來比較沒有血色比較狼狽一點點 視野還好還是很漂亮 謝謝 但我是 我自己是 就是沒有戴墨鏡我很不習慣 喔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比在很狼狽的時候沒有墨鏡 眼睛真的是遮不了 很醜 所以我一定要戴墨鏡 對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 好 就是你今天騎了多長時間 欸我真的不知道欸 我要開Garmin我才知道 我猜測應該很久欸 紀錄等我一下喔 因為我們今天呢 就是 欸3小時54分 超久 因為太久了吧 欸還好啦 7點加4個小時 我們7點10幾分 欸他1點才關門欸 喔是嗎 所以你還是關門前兩個小時啊 對對對 欸我被關門就打屁股了吧 欸還好還好 我覺得很OK啊 因為反正我們這次來就是其實是要拍好看的 對對對 所以其實真的蠻重要不用騎太快 對因為新郁門關其實坦白說 我跟台南的車友騎過蠻多次 然後每一次都是大家練車的行程 你都沒有辦法停下來拍 但因為現在是春天沿途各種花都開了 我覺得不拍這個太可惜 所以我剛剛看到就停下來 而且今天起霧 對 就是整個很像仙境一樣 整個很浪漫 對對對 所以下坡的時候有點危險 那個能見度很低 就是前面如果煞車有可能會來不及反應 對對對 所以真的是我覺得賽事有很多種騎法啦 就是喜歡慢慢騎新郎風景的也有 那喜歡拼自己PR的也有 我覺得都很好 對 好感謝琳達跟我們分享 謝謝 接下來我們訪問到了草原公主 是 那我們今天會準備三道題目來快分快檔 OK 然後她其實平常也有在拍一些就是單車的分享 我也看你有去騎一些機車的繞圈賽 對對對 蠻帥的 希望有機會我可以去體驗一下 可以啊 我們四月有在台南安定有一個比賽 所以我要把機車從台北騎下來 對對對 好有機會有機會 我的習慣是兩個小時 九十分鐘到兩個小時之間 對對對 那你都吃什麼樣的食物 呃今天的話是吃 貝果跟這個 果醬吐司 喔欸還蠻多的欸 對對對 大概四百五十卡到五百卡之間 我這麼精算 你還連卡路裡都給他算出來 對對對對對 我們都吃諾狀欸 諾狀 對 Amino Strong 他是我們今天的贊助商 OKOK 好 一顆愉快的心 一顆愉快的心 是啦這蠻重要的 不然大家都是那種速殺的那個心情 那個出發前很恐怖欸 在起點大家都裝作不認識這樣 對對對 然後真的是很恐怖 對了還有一個重點 是 就是你今天騎多少成績 我們一個小時五十二分 我們剛才精英組一起玩賽 他是錦輝 然後也是 應該是我北市大的學弟 然後也是自行車隊 也參加過幾屆的環台賽 中華隊 超級厲害 大概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那個消化比較不好 所以兩個小時前很早欸 所以例如說今天七點 大概五點就要完成早餐吃完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中間 前一小時還會再吃一點 一點點這樣 就探水這樣子 對上是吃C食 那我本身也是習慣吃C食 喔所以跟對上是一樣的 對對對 OK 會比較偏向吃 那種燕麥棒 你會吃固態的燕麥棒 我比較少吃那個水 液狀 液態狀 因為我喜歡有飽足感 欸可是 這我自己問題啊 因為我在吃燕麥棒的時候 騎車我覺得太喘了 你根本車不下去啊 你是可以接受就是它很乾的狀態 通常會配水 通常會配水 OKOK 好欸第一次聽到我滿強的 通常都會帶手機欸 你說比賽當中也會帶手機 就是怕會突發狀況那樣 OK 裡面有什麼就是 裡面有什麼特別的小舞 了解 那你今天騎的成績是多少 我今天是總排第四 精英組第四 啊時間咧 時間還沒看 還沒有看時間 對還沒看時間 所以你比髒髒快就對了 他那時候是帶我重 帶著我們重 所以他是 他先帶你然後後面先掉下來 然後讓你們重現 對因為那個 這一場的那個 終點通常會 就是衝刺為主 啊對上會 對上的能力的話 我會比較偏 偏衝刺 OK 對 了解 所以你的成績一樣 是差不多一小時五十幾這樣 對就跟第一名是一樣 OK 就差零點幾秒 我們接下來訪問到的是EVA 好那我等一下會進行 大概三個快問快答的題目 好緊張 對 如果錯的話 沒有懲罰沒有懲罰 答對有什麼 答對的話 就是懲罰 答對的獎賞就是明天我們再一起騎一趟 好感動喔 我在演的時候沒有看到澤瑞 不是我們出發 怎樣追都追不到 我們出發時間不一樣啊 所以很難遇到 重點是我被那個女生的那個第一集團刷卡 我覺得真的是有夠羞恥的 他們太強了吧 沒有女生第一集團他們是選手的 太強太強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 一個半到一小時到一個一個小時半 好那你平常吃的內容大概會是什麼為主 早餐的內容 澱粉 可能是飯糰或是麵包 喔我想說你都是吃澱粉 就是吃一包澱粉 沒有沒有沒有看一下 就是這樣添加一點飽足感 OK 所以就是以饅頭麵包這類的為主 對 那你會喝咖啡嗎 咖啡黑咖啡會 黑咖啡也會 對 Sees 你也是吃Sees 然後一定要橘子 你口味還有指定 其他的我不喜歡 橘子還有什麼 橘子跟那個那個那個 热帶水果 你是葡萄柚 橘子跟葡萄柚 我有吃過一次熱帶水果 但是 不行 我吃的時候 因為我放在身上 然後它有點熱 所以吃下來那味道真的是有點恐怖 所以可怕 這個怎麼黑 黑咖啡 這樣會不會 超常黑咖啡 超噁心 不要吃 不要吃 Gopro 好像是問廢話 信物 就是你沒帶他你就覺得今天比賽比不好 那種 我是GoPro 是GoPro 真的假的 你連休閒練習騎車都會帶就對了 就是會很想要紀錄 我覺得好像會不會錯過什麼畫面 好像也是 對 那蠻合理 蠻合理的 職業病 職業病 我剛記憶卡整個 不見嗎 不是 它隔是有問題 然後我前面360就沒辦法錄 我快哭了 然後我剛才提示還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 這可以講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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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這剪掉就好了 我說我的可以講嗎 我想聽我想聽 不是 我剛剛360沒電 然後他們是一開始騎車跟著我 跟到大概45公里之後 他們就不見了 可惡 我跟他們要水 他們竟然拿苦茶給我 會明是想害我 接下來的比賽直接繞賽 還有30 還有37公里啊大哥 他們直接不見了 你們看 What 然後 他們不見 然後我在那邊看手機 看了半天他們到底在哪 因為我就沒一定要換電視 然後又沒有人拍我 也沒有畫面 後來他們在終點前三公里出現 然後他們跟我說 牛肉湯很好喝 可以啦 你今天推薦一下 我等一下再喝好不好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你今天騎成績大概多少 完賽成績 兩個小時 30 30 35吧 很快耶 請問哲人 我兩個人是24啊 就是我只贏你一點點 你是一個唯一 我現在還留著跟你講話的人 你回去看影片 我只要就是每個人跟我講完成績 我就直接甩頭離開 因為我訪問到了 每個人都比我快 大概30分鐘以上 我真的是有夠 你有沒有覺得 明天可以跟我一起 好明天明天明天 阿你的腳傷好一點嗎 有有有 OK 我看那影片很怕耶 想說那你明天會不會來參賽 會會會會 那是半年前慢慢的紀錄 現在已經會不快一年了 發布的時間 刻意在比賽前 害大家窮緊張了一下 想說阿 一馬不會來嗎 我剪不完你知道嗎 原來是因為這樣 趕快發片 好好好 感謝你 那我們明天繼續加油 好 讚 好啦 以上就是各種精英選手 或是YouTuber們的一些私人技巧啦 那如果大家要接下來參加一些比賽的話 可以參考這些小PayPal 或許對你有幫助喔 我是你的家人 對不對 如果你喜歡像這樣類型的影片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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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